4月26日,惊悚巨制《魔宫魅影》在北京举行首映红毯 监制文俊,携主演林心如,杨又宁,任达华,黄焕,井冈山,孟瑶等七齐亮相 此外,范冰冰,苏友鹏,包贝尔,于东,金乔茶等人也到场助阵 据悉,电影《魔宫魅影》将于4月29日在内地供应 首映红毯上,林心如一席黑色礼群惊艳亮相,热情和粉丝打招呼 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,她也向观众再次推荐了自己的新片 当晚范冰冰和苏友鹏也一起现身红毯,支持好友林心如 范冰冰大赞林心如在影片的造型很漂亮 当被问到环珠老友有没有可能再次合作 范冰冰也表示,有机会的话,希望相聚在一起玩耍 因为都是小朋友,大家一起长大,然后对自己有很多的成绩 然后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再在一起玩耍 是的,一起愉快地玩耍,这条友谊的巨轮我们继续地行行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